Y Pep Gad Sierra 5. 1989 Executive 美食 哈嗨 大家好 我是陆奖 谢谢大家今天来开我的影片 大家还记得 在我去年回台湾的时候 我有跟Fati buys这个网路购物平台合作过吗 那个时候真的 买了也开箱了非常多的日系品牌衣服 介绍给大家 这次没错 很开心的接到Fati buys United 我还从Fati buys上面买了很多 都非常可愛觸動我心的衣服還有商品 但可能有人是第一次看到我的頻道 還沒有看過之前的影片 那這裡也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 Facebee這個網路購物平台 Facebee全站擁有超過400個以上的日本時尚品牌 購買日本品牌的衣服全部都直送台灣 那現貨最快一週就可以收到了 我記得去年從下訂到收貨不到一個禮拜就收到了 是還蠻有效率的 而且他們的商品全部都是跟日本同步價格非常的划算 單筆的訂單都不限重量 只要支付一次400日幣的運費 比代購收手續費還有價差這些買起來還要更划算 我個人是真的還蠻推薦Facebee的 那接下來就用Facebee買東西給大家看看 好那大家現在我們已經進到Facebee的首頁 大家可以看最上面這一列 這裡常常會有衣服的精選或是有活動的介紹 然後再往下這裡有人氣商品還有熱門搜尋 這個熱門搜尋就是很多台灣大家喜歡逛的一些品牌 如果一開始不知道怎麼下手的人 也可以從這個熱門搜尋裡面看 我覺得它這個整體看起來算是蠻舒服蠻清爽的 那如果你是有特定很喜歡的品牌的話呢 也可以選這裡有一個品牌中覽 點進去 這裡面就有400個以上的品牌 大家如果有喜歡的品牌可以直接在這裡輸入 那也跟大家講一個我自己喜歡的衣服和小Payboard 因為日本有很多百貨公司 每個百貨公司都有屬於它那個百貨公司的客群的年齡層還有喜歡的風格 所以大家可以依照自己喜歡的風格的百貨公司裡面有進駐什麼品牌 直接在裡面搜尋 像是新宿就有Lumine 1還有Lumine 2還有Lumine Esto 還有元素的Laforé 它們的風格都不太一樣 那我自己呢是喜歡比較偏個性派的 所以我就可以去搜尋元素Laforé的官網 它們裡面有什麼品牌 然後直接在這裡面找 就可以找到自己想要的衣服的風格 那因為這個網站真的有非常多品牌 非常多品項 就是選擇非常非常的豐富 還會依照季節性變更 所以逛起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開心 像這裡分類也分類的很明確 像是如果我要找帽子的話 點去看一下 還有這麼多種類 點全部 就會跑出各大品牌你想要看的帽子 然後我這次有看到一個品牌超可愛超有氣質 所以我這一次呢幾乎都是買這個品牌的衣服就是Lumine Lumine真的超級知性超漂亮 大家看它整個風格就是非常非常的日系 當然日系有分成很多種類 那我自己是很喜歡日系有一種飄飄的感覺 那這個Noela它的品牌就是比較偏向OL風嗎 比較偏大人性女子啊 比較知性一點的感覺 就是我之前就看這個品牌看很久 然後這一次真的覺得就是我一定要來實際上買買看 大家看它們衣服的風格就很像日本雜誌 一些OL會穿的 就是非常的適合去約會 然後去聯誼的那種感覺 那我現在隨便點進去一個上衣 大家看它們這裡呢 庫存都寫得很清楚 有駝色還有粉色 這兩個庫存都只剩下一件 然後它的價格也很透明 大家看像現在這一款它就在打折 它們價錢都是跟日本同步的 所以日本它折扣機的時候呢 逛這個Basebit就是非常的划算 而且我自己覺得它們有一點很棒的是 大家看這個商品列表這邊又寫得很清楚 預定在二到六天以內出貨 所以如果有比較急 例如說要參加婚禮啊 還是參加活動的人呢 就可以參考這個時間來下班 我覺得這一點還蠻貼心的 那比如說要這一件的話呢 只要點這裡就可以放入購物車 然後就可以選繼續購物 那我們正式要購買的話呢 就進購物車 登錄填寫資料購買就好 然後這裡大家要注意的是 它們收件地址呢 只能寫英文 那我覺得Facebit它們非常貼心 是它們有附上台灣中華郵政的網頁 你就可以接15年的中文柱子 幫你翻成英文 那要等我收到包裹之後 再來跟大家分享我這次買了什麼吧 好 大家 那現在我已經收到Facebit的包裹了 我現在身上穿的其實就是 這一次訂的衣服 因為試穿的時候我真的想說 天啊 這一件太可愛了 我一定要穿這一件來拍影片 那這一次的衣服也同樣是 下單不到一個禮拜就收到了 也是因為我都選擇 兩到六天之內發生的關係 真的還蠻快的 那我這次會跟大家介紹 我買的四件衣服 還有一頂帽子跟飾品 那四件衣服都是Noella的商品 我覺得Noella真的太美 就太知性 太氣質 太優雅 就真的很好看 我這一次買了之後呢 完全變成它們品牌的粉絲 那我現在是要穿的這件Noella的洋裝呢 它的原價是17,600日元 我買的時候呢 因為是88折的關係 所以最後是用15,512日元的價錢買到 那這款洋裝它本身其實有四個顏色 那我自己買的是海軍藍的 大家看看是不是很夏天很可愛 其實四種顏色其他也都很可愛 像是我在薰衣草色 黃色那邊猶豫一下 但是我真的就是被海軍藍打到 因為我覺得它太夏天 然後整個人給人的感覺很清爽 所以我就想說就是海軍藍了 結果果然收到之後 我完全沒有失望 超喜歡 那它的材質呢 主要是棉和橘子纖維 它整個碰到肌膚呢 是有一點滑滑的感覺 那因為它裡面整件都有內裡的關係 也都不用怕曝光 它的內裡也是滑滑的材質 就穿起來非常非常的舒服 那我自己覺得這件真的很可愛的是 它的荷葉邊 我的身高是158-159公分差不多 那我的體重呢 差不多有53-52 就也不算瘦 所以呢 我在買衣服的時候呢 就很挑身型 首先我非常喜歡穿洋裝 不是連衣裙 那我幾乎都會挑裙子 是A字裙的設計 這樣整體看起來才不會太貼 因為我是屬於骨盆比較大 但是我的腳算是細的 然後我又有胸部 所以我在挑衣服的時候呢 我主要會選一些 就是在腰這裡有縮進去的 腰這裡縮進去 然後下面A字裙這樣散下來的話呢 就會感覺整個身材是還蠻修長 就不會顯胖 因為我就很清楚 我不能穿那種非常非常貼臀部的 就會整個人看起來很大隻 那因為我有胸部的關係 其實我也算是蝴蝶袖還蠻大的 所以我很少會穿無袖的衣服 那我要買無袖的話呢 我一定會挑它是有一點設計的 像這件衣服呢 它雖然是無袖 可是它其實有這個荷葉邊的設計 然後就會把最容易看起來 胖的這個部分折起來 就是我一開始看到這件衣服的時候 整個被打到了臉 我就覺得天啊 我一看到它是我的衣服 結果果然我穿上去之後就非常的喜歡 然後另外一點是它這個臨口的地方 大家看它這邊有這樣子開一個岔下來 這樣子的話這邊呢也可以顯瘦 那也可以搭項鍊啦 只是我沒搭 因為我的身形如果是這樣子整個圓領的話 我整個上半身看起來就會比較重 我覺得這一件超可愛 大家不覺得它超夏天的嗎 然後我喜歡的要素呢 除了荷葉邊之外 還有蝴蝶結 這一件呢當然也有給大家看 它有附這個腰帶可以綁蝴蝶結 那我現在是綁在前面 那大家也可以把它拆 可以綁在後面 有兩種方法可以擺 也可以這樣換位子 你想擺哪裡就擺哪裡 有蝴蝶結呢 也會讓整件衣服看起來沒有那麼單調 反正這一件我就超喜歡的 而且我試穿給文當看的時候 文當也說 哇超夏天很好看 所以我就想說 我今天就要穿這件衣服 去跟文當約會 台灣的天氣也很適合 因為日本的氣候和台灣氣候 有一點不太一樣嘛 所以很多人在買日系品牌的時候 就會擔心季節會不符合啊 但是像這一件 我覺得完全可以 那接下來介紹第二件給大家 第二件呢 也是Noella的連衣裙 這一件連衣裙 它的原價是17,600日元 我買的時候是 七三折 所以最後是用 12,928日元的價錢買到 它這一件呢 是米色的 它也是一樣有其他顏色 我真的選擇 障礙猶豫超久 我還跟我的助理 討論說 你覺得我適合薰衣草色 還是米色還是綠色 但是因為我覺得我的皮膚呢 是比較偏黃的關係 我但是它的薰衣草會比較顯黑 所以我最後呢 是買米色 那我試穿之後呢 我也很喜歡 而且大家看 它也是有 荷葉的元素 那這一件呢 它也是跟我現在穿的這一件一樣 它裡面呢 都是有一整件的內裡的 兩件內裡的材質都一樣 是非常非常輕膚 穿起來很舒服的材質 因為我是第一次買Noella這個品牌 所以我想說 雖然都是洋裝 但是我想要買可以用在不同場合的洋裝 如果我現在身上這一件呢 是適合去野餐啊 適合出去很輕鬆的戶外約會的話 就會穿這一件 那這一件呢 就是屬於一些在工作場合的時候 比如說要去一些發表會啊 或是Party的時候 我想說我就可以穿這一件 它是比較偏夢幻的風格 其實這一件呢 比較符合我平常會穿的衣服 我很喜歡 很看起來飄飄的感覺 然後大家看 我選衣服的時候就是有這個要素 這一件呢 它也是收腰的 那Noella他們這一種 會比較凸顯腰身的洋裝呢 他們旁邊這裡都有做側拉鏈 就是讓你可以穿脫的時候更方便 就不會整個卡卡的 然後大家看它後面的設計 有個小扣子 把它扣起來 然後這邊這個洞洞呢 就可以小露你的肌膚 有一點小性感 我自己也很喜歡這一件 因為它真的整個人穿起來呢 非常非常的有氣質 它這個腰這裡有做比較寬一點的 那整個視覺上呢 就會感覺比較有層次 就比起整邊是平的 還要更有一點設計感 這一件我也超喜歡的 而且它的材質呢 也是偏薄的 所以也是可以在夏天穿 也不太會有違和感 反面在這個腰的地方呢 他們有做這個抓皺設計 而且它的荷葉邊設計 我覺得很有特色 因為它不是只有一層 是一層兩層 但是大家要小心喔 因為它這個如果被這樣子壓著的話 很容易就是會定型 所以我自己在穿之前呢 都會用運斗把它燙過 意思是讓它全部都是往外的 接下來三、四件 一起跟大家做介紹 因為這三、四件呢 我是把它搭成一套 跟大家說 這個也是完全打中我心的一套 首先是這一件 荷葉邊秀針織衫 它的原價是一萬五千四百日圓 我買的時候呢 是七三折 是一萬一千三百一十二日圓 那接下來是這一件 卡其色分層裙 它分成了三層 它的原價是一萬五千四百日圓 我也是七三折的時候買的 所以最後是一萬一千三百一十二日圓 那我是把這兩件呢 直接配成一套 因為我非常的喜歡黑色 搭卡其色 我覺得整個人 看起來是比較偏成熟穩重的感覺 因為剛才那件米色洋裝的感覺 比較偏夢幻一點 所以我想說 第三套呢 我就來買買看 比較大人系女子一點的感覺 那首先跟大家分享這一件 荷葉邊針織衫 這一件呢 我也是完全被它打到 因為我覺得它的荷葉呢 非常的有質感 它是比較偏浮誇的這種材質 然後這邊呢 還有一層淺淺的薄紗 我覺得很好看 因為我自己比較喜歡偏浮誇 個性派一點的衣服 所以這一件呢 它在很單純的針織衫 另外做的這個設計 完全就是打到我 因為我自己不敢穿無袖 最主要除了蝴蝶袖之外呢 我很怕會露出婦魯 它就是完美的幫我隱藏起來 然後我自己呢 還很喜歡它的材質 它的材質呢 是有一點螺紋的 然後非常非常的有彈性 不是完全一般那種針織 我覺得它整件給人的感覺呢 就是非常的有質感 所以能夠理解它的單價比較高的原因 我真的很喜歡這一件 我想包色耶 然後另外一件呢 我做搭配的卡其裙 登登 它這一件呢 我現在跟大家講 它有一個小缺點 就是它非常的容易皺 所以每次我穿的時候 我都會燙很多次 可是只要有稍微一點點折到 它又會再有一點皺褶 我覺得算是這一件卡其裙 比較困擾的地方 但是其它呢 它的型非常的漂亮 因為我一開始其實不太敢穿 像這種分層裙 因為我覺得 分成三層會不會看起來怪怪的 但是不會 因為它們這一種呢 其實也都是A字裙設計 在腰那邊呢 是最細的 下來是整個這樣散開的 穿上去的話呢 就會覺得整套穿搭 都比較有設計感 但是它的材質呢 是比較偏厚一點點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件 比較適合在秋冬穿 但是它的型真的非常的漂亮 我很喜歡 啊 這一套也是我心中的命定穿搭 覺得買到太好了 這一次在Noella買的這三套 我都超喜歡 我覺得太好看了 這個品牌呢 可能在台灣知名度沒有這麼高 但希望可以透過這個影片 成為一個契機大家去穿來看 因為我覺得它的衣服 真的很好看 推薦給大家 那接下來跟大家分享 我除了衣服之外買的東西 除了衣服之外呢 我買了兩個 一個是一頂帽子 一個是戒指 那首先先跟大家介紹戒指 戒指是這一個 它的品牌是 比達菲利姐 那時候網站上的價格是 5817日圓 我買的是金色 它還有銀色的 因為我左手都有帶銀色的婚戒的關係 所以如果是金色的戒指的話 我就會戴右手 戴另外一隻手 那它戴起來的感覺像這樣子 大家有沒有突然覺得手變很漂亮 好 我再拿吊子給大家看一次喔 我覺得差太多了 就是有飾品真的會差很多 那再給大家看一次 這個是什麼都沒戴的樣子 戴上戒指給大家看這個差別 有沒有突然覺得變好看 我覺得這個戒指超漂亮的耶 整個人都不一定發亮起來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戒指也還蠻值得的 那這個品牌的風格 也是比較偏成熟的大人系女子 我覺得他們有很多飾品都很可愛 大家也可以去FaceBee的網站看一下 那接下來是 帽子 帽子 帽子是Yours的 那個時候網站上的價格是 3949日圓 我買的顏色是象牙白色 這個其實我真的是一個帽子控 我家帽子超多 至少有50釘以上 那為什麼我還要買帽子呢 因為我的帽子也都是秋冬 用的比較多 也是比較偏浮誇的 那我在買這一件 比較休閒一點的時候想說 不對啊 我應該要有一個夏天來搭的帽子 然後我就覺得 這一點很好看 那它的造型呢 其實是整個是像這樣子 它整個蓋的還蠻下面的 因為我現在有瀏海的關係 我就沒有拉太下面 但是其實這個也可以再戴下面一點 這一點就是非常的夏天 整個就可以直接這樣穿一條去野餐了 我真的覺得又挖到寶耶 因為我上一次用Facebee的時候 是挖到一個叫Findo的品牌 它的風格就是比較偏童話可愛的感覺 那這一次我找到的寶藏品牌就是Noella 大概如果有看我這支影片去買衣服的話 請你們一定要留言跟我說你們買有什麼 因為我真的很好奇 不知道大家喜歡什麼樣的衣服啊 還是我喜歡的衣服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那這一次呢 就是我在Facebee購買的全部的東西的介紹 不知道大家最喜歡哪一樣 那另外Facebee有提供給我限量的優惠折扣碼在這裡 大家要買的話呢 一定要折扣碼會比較划算喔 好那謝謝大家今天也看我的影片 希望大家可以度過一個 非常非常非常愉快的 夏天秋天冬天春天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大家再見 掰掰 掰掰 再見 掰掰